就在公安干警加紧对外号叫小黑的威震海进行追踪调查时 一个更大的惨案再一次震惊了西安市民的心 1986年12月20日 是一个干燥凛冽的日子 天空布满了阴云 枯干的树枝上偶尔飞来几只觅食的麻雀 田野里的麦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西安市北郊 坑底寨村外据点酿台不远的麦田里 支着一架用圆木绑成的三脚架 两个年轻人正在井口忙着 他们趁严冬到来之前 把水井掏好 已被来春浇满 三脚架上的顶端按了一个简易的滑轮 绳子从上面细向井底 井边散乱的放着一些绳子 木杠 台框等物 两个年轻人站在井口 手里抓着绳子 其中一个青年掏出烟递给另一位 二人说着闲话 这眼好 是二旦家的 试下来 你看二旦媳妇咋样 二旦呢 别把球呀 找下个媳妇倒满震的 嘿嘿 哎 昨儿和你听房根了 听了 那娘们还不干呢 嘿嘿 正说着 就从井底传来一掌声 我日 它这么臭呢 快把筐掉下来 二青年停止说笑 将猪筐卸了下去 这是一眼旧机井 为了提高阳城 井的上半部分 用砖砌成 去水面不远 有个二层平台 阳水泵就置于台阶上 青年农民吴宝 站在台阶上 小心翼翼的扶着井壁 用铁齿 在水面上扒拉着 水面上盖板被吹进来的玉米接和费色拉袋等物 吴宝掌道 我日 东西不少了 早说叫盖个小房 没人管 黑暗中 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 它顺势踢了一脚 嘟囔了 谁家的死狗呢 竹筐从上面掉了下来 它拽过来 在台阶上放稳当 想用铁纸 把井台上绊脚的东西 装进筐里 咱俩东西实在太重 试了几次不成 最后只得下手将其搬起来 一股特殊的恶臭扑鼻而来 几乎使它窒息 它用袖子捂住嘴 冲上面大嚷 快吊起来 先扁个秋沙呢 臭死了 上面的人答应了一声 竹筐慢慢升起 井口上的两个小伙子 用力扯着绳子 越往上升 井里冒出的臭味就越浓 他俩不悦而疼的掩着鼻子 冲井吓着 弄沙丑事啊 臭成个这 竹筐拉出井口 直接里面装着一只蛇皮编织袋 鼓鼓嚷嚷的躺着脏水 二人小声嘀咕嘟 谁家的死猪嘞 扔就扔球的 还装啥袋子呢 一边说 一边将这竹筐抬到麦田里 嚷声一二三 将袋子倒掉 又走回到井口 重新将竹筐细下去 井下又传来无宝的嚷声 我日大娘 谁家死这么多猪啊 竹筐再一次慢慢升上井口 这一次 竹筐里装满了破碎的布片 编着袋子等我 盐筐岩上赫然的横着一条 肿胀发白的人腿 脚趾上的红色支架油 已经有些褪色 两个青年人发出一声嚷 丢下绳子 张开双臂 在空旷的田野上 没命的狂嚷乱跑 先是公安局 行侦处的干警们火速赶到现场 这里已经围了不少村民 他们远远的站着 捂着鼻子 脸上震惊不安 目光呆滞而疑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显然无法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没有人大声说话 他们全都安静的 看着干警们的工作 破旧的草棘上 摆满了碎尸 大大小小 一共135块之多 比较完整的是六条腿和几只手 但均已被井水泡的肿胀发白 有些还已经开始腐烂 草席旁还有一堆破烂的衣服和鞋子 刑侦处技术科梦法医 上法医和同事们 围在碎尸旁 有条不紊的工作 众所周知 公安界最累的是刑警 刑警中最苦的是法医 而法医最触头的 就是碎尸案 更何况摆在眼前的是三具碎尸 人群外 刘平与马吉志站在警车旁 正在小声的交换着意见 不时向警口方向望上一眼 王爱军一只脚蹬在包装杠上 一眼不发 默默抽烟 车后不远处 掏警的三个小伙子颓废的坐在地上 身心俱颤 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经历的惊吓中 完全恢复过来 他们把身上的大衣和棉袄裹了又裹 夹着烟的手不停地哆嗦着 吴宝更是把头埋进笔碗里 阴阴地哭泣 朱瑞华和他们的家人 正在尽力地安慰他们 法医们忍着腐蚀散发的恶臭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尽可能地将石块拼接起来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大致地看出草袭上是三具人形 他们断断续续 支离破碎地躺在那里 叫人一堵毛骨悚然 再堵 惊破心胆 在场的干警和群众 对罪犯心肠之歹毒 手段之残忍 无不报以极大的分开 十分巧合的是 这起骇人听闻的1220特大碎尸案 与1020特大抢劫杀人案 不多不少 刚好相隔了两个月 以后的数天时间 刑侦处 技术科充满了紧张忙碌的气氛 几乎每个人都参与了对这起案件的技术检定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一个个技术数据出来了 这一天 刘平和马基志再一次来到技术科 听取孟宗林法医的全面汇报 经鉴定 现已证实 死者一共是三位 一男两女 男约23岁左右 身高1米72 一女约25岁左右 身高1米66 另一女约22岁左右 身高1米59 从尸体残余部分看 三人均未参加过重体力劳动 尤其是两位女性 脚趾还染着红色指甲油 可以肯定是城市青年 死亡时间大约在两个月以前 慢点 你再重复一遍 一直照着眉头认真思索的 刘平突然打断孟宗林的介绍 孟宗林抬起头来 重复哪一部分 最后那句话 孟宗林低下头念叨 死亡时间大约在两个月以前 也就是说 凶案大约发生在十月中下旬 对吗 孟宗林看了看手中的报告 不解的说 是的 刘平没有再多说什么 摆摆手的继续讲 孟宗林以为自己有什么地方错了 声音比刚才小了一些 由于时间过久 又经水泡 大部分尸体已经腐烂 索性有一部分落在井下的二级台阶上 加上天气寒冷 保存比较完整 这部分主要是其中的一具女士的驱干部 上面有十九处刀伤 大部分集中在腰部和背部 听到此 刘平对马吉志敲声而语了一句 马吉志随即从1020特大抢劫杀人案的卷宗里 找出廖维利的商检报告 递给刘平 刘平在材料上的一段文字下 重重的划了一条红线 递还给马吉志 马吉志拿过来一看 这段文字是 被刺多达27刀 大多集中在右侧 腰部和臀部 他会议的从刘平点点头 当夜 刑侦处会议室里 集中了全体侦察员 尽管他们着装不同 但逐个看过去 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严峻 刚刚听完法医鉴定报告 他们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沉重 这些长期战斗在公安第一线的老刑侦们 在与各种各样的犯罪打交道的过程中 对血与火可谓司空见惯 但像这样惨无人道的犯罪 还是第一次遇到 高度的责任感驱使他们 恨不得立刻将凶手捉扎归案 向人民做个圆满的交代 刘平十分明白大家的心情 他抓住时机 用他富有魅力的语音 着着浓重的方言 语重心长的进行战前动员 现在西安城 人人都在议论这六条腿 还越说越邪乎了 讲啥六条腿一顺顺 同志们 压力大呀 1020省军区那个案子 刚刚有点线索 又接二连三出了曹家乡商人案 和这1220岁师案 现在西安市人民 最关心的是啥 我们回到家 听到自己家人议论的又是啥 是你公安局有没有本事 能不能普安 不光是人民在看着我们 罪犯也在看着我们 他刚搞出这样的大案子 就是要跟我们斗呢 向我们挑战呢 说到此 他不由的站起身 提高了生意 我看我们在座的诸位 也都是七尺男子汉 也都是有脸皮的人 咽不下这口气 也窝不住这股火 再大的道理 我先不讲 我只说人家跟你斗 找到你家门上来骂你 吐你一脸唾沫 你咋办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他找出来 砸烂他 他挥下拳头 重重的砸在桌面上 顿了片刻 他接着说 当着大家的面 我表个态 说着 从身后提过一个装满洗漱用具的网兜 往桌上一蹲 从今天起 我刘萍就住在办公室 啥时间破案 我啥时间回家 同时 为了集中时间 集中警力 集中线索 我要求专案组的全体干警 从今天起 集中办公 吃在这里 住在这里 他环顾一圈 看着大家那信任的目光 他不由得心头一热 同志们 我知道前一段时间 你们都很辛苦 但我希望大家再辛苦一些 再努力一些 等到啥时候把案子破了 那时候 我请你们的客 你们掉的肉 我给你们补回来 你们耽误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我去登门请假 你们牺牲了的娱乐和休息 我到时间为你们开舞会 让你们跳个够 唱个够 没有任何大道理 但这一番入情入理的话 就像一股风 将大家心里憋得那股火 吹得更旺 就是鼓子更足 散会后 刘平把马吉志叫到办公室 询问对魏天海的调查进展情况 马吉志点上一支烟说 从去年底开始 魏天海就根本不回家 住啥地方 谁也不知道 还经常流传到外地 找到他很不容易 刘平在屋里躲了几步说 老是在外面兜圈子 肯定不行 对付狡猾的罪犯 我们自己要比他更激进 乱闯乱碰 不是个办法 拥有谋略 干起来 那才有意思 马吉志望着刘平 不解的说 你的意思是 刘平一笑 前几天 前几天你不找我要人 是啊 案子这么多 这么大 我们刑侦处一个人当几个人用 大家也是吃不消了 你想要谁 心里有没有谱 咋样 你真的让我指名点将 刘平笑笑说 你还真不知足了 我先听一下 你想要谁 马吉志也站起身 能不能把 大概他自己也认为不可能 便打住了 摇头一笑 只怕不行 你说出来吗 要谁 欲审处的 梁裴琴 刘平一听 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不行 别人谁都可以 就是老梁不行 马吉志坐下去 我就知道不行 你还让我讲啥 刘平皎洁的笑着 我给你这个人 比老梁也不差 是谁 刘平故意卖了个关子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又想起另一件事 魏镇海的照片搞到没有 马吉志从笔记本里 找出一张照片递过去 就是这所 刘平接过来 看了一眼 还很年轻嘛 这是他16岁入狱时找的 今早还没有 第二天 刘平把马吉志叫到办公室 一进门就看见 预审处的梁裴琴客长 站在室内 看样子 他也是刚到 魏容马吉志说话 刘平站起身 指着老梁笑着问 昨天我想给你找个人 你看这个人咋样 马吉志与刘平相识 笑了起来 梁裴琴望着他俩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便打句道 好啊 你们两个也不征求我的意见 就把我给派定了 刘平也笑着说 老马你看 啥事情也瞒不住你的预审专家 梁裴琴说 刚刚你一打电话 我就知道 要提前进入了 不过我还想带上一个帮手 想要谁 梁裴琴并不答话 向民币的拉开门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从外边领进来一个小伙子 就是他 何见 再过不了多久 梁裴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他这一辈子 一直从事公安预审工作 被人戏称为西安第一精明 他轻手 精感 尚于思辨 没有什么能逃过他那双猎鹰一般的眼睛 再狡猾的罪犯 几个回合下来 也会不知不觉落入他的思维险节 乖乖的缴械投降 何见 是一个刚刚步入公安战线 时间不长的新兵 他对警察这一职业有着特殊的偏好 幸运的是 一参加工作 就能在梁裴琴这样的预审专家的带领下 参与到这起全国罕见的大案中来 这使他在振奋的同时 又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一连几天 梁裴琴好像并不急于有什么 他把贺见领进档案室 从早到晚关在里面 谁也不知道他俩在忙些什么 又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窗外呼叫的风声 越发衬托着室内的安静 红暗的灯光下 只有翻动纸叶的声音 梁裴琴面前堆着厚厚一大罗档案 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 仔细的一页一页的翻阅着 将其中认为有用的东西摘录下来 贺见面前的桌上 摊着一张巨大的白纸 上面清楚的写着 魏镇海社会关系一览表 他正在把老梁摘下来的内容 抄到表上 突然梁裴琴叫道 小贺啊 你过来 贺见走近 梁裴琴摘下眼镜 将一本卷宗递过去 我看就选这耸了 他是魏镇海的中学同学 以后又是一伙 魏镇海背叛刑后头落了单 后来因犯流氓罪入狱 狱中表现不错 两次获得减刑 现在还剩下一年刑期 你觉得咋样 我看可以试一下 梁裴琴直钉钉的望着贺见 目光中满含着复杂的感情 梁裴琴直钉钉的望着贺见 目光中满含着复杂的感情 范赏 他用严肃的语气 一字一顿的说 我给你三天时间 尽快熟悉角色 这份安全 要吃透 熟悉这怂的一切 还有 从现在起 你的名字就叫贺三 只能跟我单线联系 具体联络办法和联络点 到时我会通知你 稍顿又道 有几条纪律 你要牢牢记住 第一 绝对不能到局里来 第二 见到局里的熟人 要尽可能躲开 装作不认识 戏是假的 但要做成真的 第三 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件事 包括家里人和女朋友 小贺 你要打交道的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需要处处多加小心 你必须向我保证 一定不要出事 不然我没法交代 记下了 贺剑点点头 她的表情 严肃 而装作 请不吝点赞